8月9日16点28分 首批125名制留三亚的旅客 已搭乘飞机启程返回西安 我们也感觉很高兴 什么样的条件 72小时核酸 还有身份证嘛 还有评估 经评估后可离开 对对对 评估了严格评估的 心情刚才说了都还比较平静嘛 这个条件应该是 我们全城应该都是在低风险区域 就没有动过 实际上就是在酒店没有动过 另外呢 就每天那个核酸 也都是正常是按时按点去做 能保证每天都有这个核酸的 阴性的证明 对对 8月9日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发布公告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滞留旅客 自8月9日起 分类分批安排返程 旅客所在旅行团队 或入住酒店 近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 或近3天内 未出现发热 干咳 嗅觉丧失 肌肉酸痛等临床症状的散客 所在无异的视线区 可平48小时两次 每天一次核酸阴性证明返程 所在低风险区 可平72小时三次 每天一次核酸阴性证明返程 所在中高风险区 经过疫情防控降为低风险区后 执行低风险区规定 在自愿基础上优先安排 具有医疗需要 老年人 儿童 孕妇 等特殊人群 及其 陪护人员 返程 第二 对离岛返程的旅客 滞留低时线政府 将统一安排 将旅客从滞留地点 闭环送至机场等地点 由民航等部门 安排运力 保障返程 并由目的地政府 负责对返程人员 实施点对点 闭环接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